我們正在嘗試救世界 我們開始了 好萊塢改編超級英雄漫畫 又有新題材 蟻人擁有縮小體型的超能力 堪稱最小超級英雄 美國喜劇男星保羅·路德 擔綱主演 在片中飾演妾盜犯 伸手俐落 被科學家向眾成為蟻人 指揮螞蟻作戰 打擊犯罪 拯救世界 今年69歲的金獎影帝 麥克·道格拉斯也助陣演出 飾演第一代蟻人 成為最高齡的超級英雄 007男星皮爾斯·布洛斯男 在芯片倒數行動變身大反派 追殺女星蜜拉·喬娃維奇 上演精彩打鬥戲 劇情描述美國海關安館 在一起爆炸案中 遭恐怖分子栽贓 被迫展開逃亡 起刷罪名的同時 還得設法阻止 危及全美的恐怖攻擊 她是一個超級英雄 她每七年 她都會被保持 喜劇電影《愛情停看廳》 去年在多倫多影展大放異彩 女主角派翠西亞克拉克森 飾演資深書評家 歷經婚變 學習獨立 決定學習開車 知名印度製演員班金斯利 飾演計程車司機 因緣際會成為女主角的駕馭教練 兩個城市淪落人在一堂堂駕駛 中幫助彼此重新出發 就是你的生命 現在 泰國賣座喜劇鬼片 這個高中沒有鬼 推出系列最終回 這群高中生 不管到哪裡都會撞鬼 這回他們終於畢業 前往普及島旅行 沒想到才踏上海灘 就遇到大海嘯 一群人被衝散四處 醒來時還得應付島上遍地冤魂 驚嚇和爆笑指數火力全開 要讓觀眾有它有效 中央社綜合報導